柯文哲真的是臭屎啦 各位你知道嗎 他今天通常一個人物被告 他會有什麼反應你知道嗎 一個人被告通常會很生氣 出來開記者會嚴正聲明 結果柯文哲沒有耶 你知道柯文哲叫誰出來嗎 叫下面的小咖出來 所以我坦白講 昨天我一直看到學姐出來護航新聞 我真的覺得學姐很傻 因為家藥是我好朋友 學姐呢其實反正我從來不罵他的啦 就是說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進場呢 對不對 前面大家在吃香喝辣的時候 黃珊珊陳志和徐甫那些咖在吃香喝辣的時候 沒你的份 現在出爛攤了 我都已經講柯文哲要被起訴了 你這時候才進場 那很顯然是腮潰嘛倒楣嘛 所以我替他們感到不捨好不好 替他們感到不值 不打蛋啊 好不好 來各位 這是我們今天節目的主題 齁 唉怎麼小啊 好我想辦法把它變大 嗯 來來來我看一下齁 等一下水 來啦我們直接看了啦 我看一下 那不是說人在做天地看 各位我開頭不是說蓋水很多嗎 我跟他說那基礁的道理 所以各位第一個北檢出手殺柯文哲 他是用什麼殺法是黑金專主 各位黑金喔 他直接用黑金專主喔 黑金專主的意思就是說他可能會有一個主任檢察官 底下會有三個檢察官 然後三個檢察官分成三個案子 統一向主任檢察官匯報 然後就是要把柯文哲弄到底 我跟你講喔這個黑金專主喔 只要他們把柯文哲辦下去喔 跟你保證每個都升官發大財 所以加油好不好 我支持你們 黑金專主加油 戴基爾普的 國民黨也挺你的 沒人討厭你們的 就幹下去就對了 好不好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些新聞 來我們先從第一則新聞來看嘛 來我們看一下柯文哲的反應 沒有啦沒有趙召康啦奇怪趙召康一直來一直啊 來我們看柯文哲的回應好了啦 我們來看影片啦 哎呦我要直接看他的表情 我要看他的臉啊 當然要看他的臉啊 下一個是誰喔 stupid stupid 你這還用問嗎 笨笨 當然是王珊珊啊 還要講 絕對讓他進去的啦 在笑到嘛 嘴又笑嘛沒關係嘛 你們這些人嘴都很笑的嘛 都最厲害啦啊沒關係 你看 我昨天就看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沒講 他 我覺得柯文哲的那個神奇面貌 越來越像一個被告了 好慘喔 那怎麼辦 沒辦法啊 他就他就這樣子啊 不知道啊 柯文哲好像不是有出來嗎 啊 柯文哲咧 哦 我不要看 我沒有要看你吳怡萱 根本不關你吳怡萱的事情 好不好 懂什麼啊 這拿搞出來唸而已嘛 各位你看這很好笑耶 好沒關係我們等一下來找柯文哲 我們先把吳怡萱這個事情講完 你想想看哦 各位 一個總統等級的政治人物 然後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如果說他看到冤枉 他是不是要開出來開記者會 針對北市科 針對台志光 針對金華城三個案子 拿一大堆證據好好的自清聲明 然後說這叫司法迫害 對不對 結果柯文哲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 柯文哲做什麼做 我躲起來 比你滑空 走到半死 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你不要再覺得我開玩笑了 你如果再覺得我開玩笑 一個月之後 你都會發現自己是錯的 我跟你保證哦 柯文哲現在絕對走到屁屁屁 我再講一次 柯文哲現在一定走到屁屁屁 他一定嚇得要死 我跟你講啦 他一定早就收到船票了 他早就收到船票了 因為你今天列為被告什麼的 他一定會寄傳票給你 要你來說明 他一定早就知道了 他也早就收到了 所以這一陣子 他連話都不敢講 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昨天在關鍵講的 你現在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對不對 大家覺得放屁啊 我說因為他知道自己講話 會變成呈堂證供 就我現在講的任何話 到時候檢調會做記錄下來 拿來訓問我 所以不能亂講 我乾脆不要講 所以之前 我在關鍵講 還有人在覺得我開玩笑 我說柯文哲為什麼不多說 因為說那麼多幹嘛 反正我都要去北檢了 我昨天才講的啦 我昨天前天才講的啦 大家覺得我開玩笑啦 我昨天前天才剛講完 我說柯文哲為什麼都不講話 他說 說那麼多幹嘛啦 不要啦 我吵那麼多天 我就跟你講 我那時候就說還有下一句 我都要去北檢報到了 我幹嘛跟你們講那麼多 知道嗎 我早就講了 那你說有人在問嘛 說陳志漢之外 為什麼陳佩琪也不講話 柯媽媽也不講話 因為理由很簡單啊 證明一件事情啊 他們講不講話 其實是柯文哲在發號施令 所以代表一個月前 柯文哲就已經叫他們不要講話了 各位還記得柯文哲去賣聊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什麼 我說柯文哲是去避風頭的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啊好笑好笑 這樣你先開玩笑 現在知道了吧 我不開玩笑的 我只是很好笑 我只是搞笑好不好 但我不開玩笑 我講話都認真的 現在是不是證明了 他真的是去避風頭 我那時候說為什麼他避風頭 我說證明先上任他嚇到閃尿 因為包括接下來台治光 北四科金華城這些案子都會找上他 他很清楚 所以第一時間他在躲賴清德 不敢罵賴清德 後來發現沒有用 因為賴清德跟他 這完修結很重的 他們有厲害關係 今天不是你柯文哲倒 就是我賴清德王 我不會跟你客氣的 我一定跟你拚命 所以如今來了啊 火車對撞啊 再來為什麼元大要在這個時間點 打柯文哲 各位元大是一間3900億的上市公司 他沒有理由不會無緣無緣跟一個人吵架 元大一定是很清楚一件事情 一定是有風聲 一個3900億的財團不會沒有風聲 他們知道柯文哲已經被列被告 將來會被起訴 所以如果現在我不跟他切割 到時候會影響到我們的股價 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意 會影響到我們所有在任內的高官以及人員 所以一定要把當時的事情講清楚 說清楚講明白 不惜要跟柯文哲火車對撞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下輔助 關心惱 在導致防止 請下輔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